第1641章 血剑苍穹 大漠中 铃声清脆悦耳 悠悠扬扬 从那地平线尽头传来 非常动听 可是 听在地关人的耳中 却如同那来自九幽的拘魂曲 地关上 每一个人都头皮发炸 根根发丝 仿若重如千斤 要将头皮都撕扯下来 众人从头梁到脚 不朽之王过关 谁人可敌 那声音是从战车上发出 轮铃声不高 但是却清晰地传遍大漠 透过地关 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安兰之名震天下 世间修士 水雨争风 这不是说说而已 曾有写的历史 是踩着无数强者的 尸骸铸就的威名 震骨朔惊 横扫了九天十地 当年 的确有人能跟他一战 但是到头来怎样 都陨落了 埋骨上一纪元 血进黄土中 安兰 威名动天下 射世间 纵横万古 横推各路敌手 可惜 当年 我九天的先王寡不敌众 没有机会跟他单独一战 不然的话 这辆战车 也许不会出现在这一纪元 一位老人低语 很轻 但底气不足 大漠无垠 一眼望不到尽头 那辆古战车 还在沙漠的另一端 不在天渊下 原本看不到才对 可现在映入每一个人的眼帘 金贝 蟒牛体型健壮 十分威猛 带着混沌气 且牛角金黄 不急不缓 他拉着的古战车 带着斑驳的战争痕迹 如同一部活着的史书 技术着曾经的绝世大战 牛体落在地上 如同踏在地关众人的心中 大漠中 鸾铃声悠扬 安兰出山 要过边荒 不朽之王 大漠中 声音震动了天上地下 千百万大军密密麻麻 如同黑色的洪流 一眼望不到边 整片大漠都在抖动 这一刻 谁能挡安兰 谁能阻他 地关 人们如坠兵叫 安兰战车一出 那股气势 就足压的九天十地生灵悸动 谁会是他的对手 血氏呢 地关上 有人贺问 但声音带着颤抖 当初将十号交出去 对面可是立下血氏的 为何现在直接要过关 不怕那天大的因果吗 还谈什么血氏 金家的人 不过是为了铲除一几 撕心坏事 现在不用想也知道 异域根本就没有立下过真正的血氏 地关上 有人愤怒地低吼 对面有大神通者在回应 打击地关上众人 一个三头六臂的银色生灵开口 道 吴王岂会随意立世 而等接楼椅 值得吴王关注与回应 这无情的话语 让金家不少人 脸色顿时一阵发白 怕引发众怒 一位逝去的准王 所遗留的血精燃烧了一些 也算是挥霍与浪费 另一位大神通者开口 无需细想 那位准王生前 一定接近不朽之王了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天地异响 但是 这种话语 何尝不是羞辱人 连一滴真正的不朽之王的精血 都不曾祭出 其人太甚 地关上 有人咬牙切齿 终究是实力不如人 哪怕有一位真仙在此 也能判定 那血世是真是假 结果 他们都被蒙蔽了 楼依尔 何须妻 杀了便是 对面 一位真正的不朽生灵 通体银白 冷冷地开口 他站在大漠另一端 相隔很远 但是那种气势 那种小距九天的威风 却透发而至 让人倍感屈辱 鸾铃悠悠 金贝 老牛拉着古战车 缓缓驶来 逐渐接近 压得人窒息 自始至终 车中都无动静 没有话语 仿佛这世间一切 亿万生灵 诸天辉煌 无尽红尘 都不在他的眼中 终于 进了 真正接近天渊中心下方 到了这里 金贝 蟒牛速度放缓 抬提时 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纵天一战 就在今日 天渊上 传来贺吼声 那是一群老人 但声音洞山河 灌日月 十分悲壮 接着 一座城浮现 悬在天空中 头下大片的阴影 遮蔽天日 镇压而下 发出无量光 是那座城 传说中 真正的地城 地关 城墙上 一些老人激动地说着 他们听到过传说 盖世杀鸡汹涌 那座城发光 都是仙光 都是仙道符号 恐怖无边 震动古今未来 照亮了整片世界 安兰动了 这一刻他不得不出手 这也是他第一次有举动 战车内伸出一只手 很缓慢 但却很有力 向着高天拖去 哄 无量仙道符号落下 混沌炸开 盖世杀气爆发 但是都不能伤 那只手掌分毫 一只手而已 拖起了整座古城 那只手掌 拥有晴天之力 他很稳 震慑还宇 一只手而已 拖住了天渊上方的 整座原始地城 任那无量仙光爆发 都难以震退他 原始地城 镇压不了他 被稳稳地抵住 怎么办 地关上 群雄毛骨悚然 传说中的那座城池出现了 但也挡不住 不朽之王安兰的步伐 城在人在 城王人王 杀 就在此时 那古老的城池上 出现几名老者 他们在悲壮大吼 全都抱着一团火 那是不朽生灵的骨骼 骨骼燃烧 被法阵锁着 释放不朽的精气 他们要玉石俱焚 哄 古城发光 尤其是中心那里 有一道滔天的光束 直刺天渊之星 带动起无量法力 鲜威盖世 地关城墙上 十号沉默着 但是心脏却狠狠地抽动着 剧痛 他知道 城中唯一的王出手了 老弱病残拼命 七王中还活着的 唯一的王振动枯竭之躯 驾驭古城 调动天渊最强的规则之力 阻挡安兰 轰隆 整片天渊都在焚烧 发出漫天险气 成为火焰 化作符文 跟天渊烙印结合在一起 一条又一条仙道法则 从那天渊降落 如同金氏神红 万事不朽 神党杀神 佛党是佛 灭独万灵 这一刻 安兰的后方 接连浮现五张法指 光芒照横雨 迎向高天 带着万事无敌的气息 索困乾坤 封印天地 天崩地炼 鬼哭神吼 整片世界 都仿佛在被重开 被重新炼化 五张法指 都带着不朽之王的气息 天上地下无敌 闭腻古今未来 五张法指 迎天而机 化成五只大手 跟安兰的手一起 拍向天渊 索困苍羽 这一刻 天地不断发光又破灭 天渊这里发生了最可怕的事 那种战斗外人无法想象 足以震动古今 在史书中 留下最浓重的一笔 常人不可理解 那是最高层次的对抗 最后 什么都不可见了 一切都看不到了 那里一片混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所有人都窒息了 神魂都僵硬了 天地才清静 景物渐渐可变 大漠 依旧在 不曾被毁 只能说 安兰盖世无匹 所有攻击都在上方 不曾造成误伤 亦遇千百万大军丝毫不损 九天这一边 人们站立 心中灰暗 因为 不止安兰 那五张法旨 代表了另外的五位不朽之王 他们合力出手 对抗天渊上的最高仙道法则 一时间 天渊寂静 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五张法旨 封在天渊上 沉寂不动 安兰的手托着原始地成 没有动作 世界仿佛定格在这一瞬间 古老城池中心 有一道巨大的光束 仿佛照亮永恒 跟天渊之星结合在一起 也静止了 一切都不动了 这世界像是安静了 陷入平和 但是 人们知道 终究会打破僵局 到了那时 就是天崩地裂 一世尽头 地关 城墙上 一群孩子出现 他们在默默地流泪 看着空中的那座城 他们知道结局 这些孩子不久前感应到了生活过的 那座城池的波动 恐惧着 大声哭嚎着 请求十足人 请求城中的高手带他们来 最后 他们被送到了这里 所有孩子都在流泪 口中喃喃着 族人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他们什么都懂 今日将永别 啊 半空中 古老城池上 一名独臂老人嘶吼着 他身体干枯瘦小 但是 此时在人们眼中 他无疑是高大的 他跟一些老人 抱着正在焚烧的骨骼 抱着那些不朽的火团 如飞蛾扑火 俯冲向安兰的那只手 他们想打破平衡 用自己的生命 点燃不朽生灵的骨骼 化作熊熊大火 想要撼动安兰之手 爷爷 独臂爷爷 地关 城墙上 一群孩子大哭 泪水磨合了双眼 他们撕心裂肺地哭嚎 那不是他们的亲爷爷 若论辈分 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但是却如亲爷爷一般对他们 虽然表面严苛 但是内心的慈祥与疼爱 可感知到 那是一群早已残废了的老人 身中规则之力 不可化解 但是身残心间 祖先的遗讯从未违背过 他们坚守着 哪怕战死到最后一个人 也不退缩 直至生命之血流尽 地关上 无人不动容 十号的双眼也模糊了 他看着那些老人 白发苍苍 全都带着伤 血迹斑斑 呼啸着 生动人世间 噗 若烟花绽放 却是血色的 虽然绚烂 但却七雁 也很短暂 这些老人燃烧的残躯 全都撞碎了 血溅天雨 却无法撼动那只大手 还有不朽生灵的骨骼 虽然焚烧着 但是也在一瞬间散掉了 炸开了 坠落四方 生命之歌怒战 他们已写明智 尽了最后一分力 独臂老人等全部陨落 血溅苍穹 这般死去 爷爷 不啊 爷爷 地关 城墙上 一群孩子放声大哭 第1642章 镇骨朔金 生命怒战 独臂老人等生死盗消 大漠寂静 地关城墙上 一群孩子跌坐在地上 肝肠寸断 泪水长流 大声哭嚎着 只是 这一切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死去了终究是死去了 再也回不来 爷爷 一群稚嫩的大哭声 让地关城墙上 很多人的眼角也有晶莹 看着那些老弱病残 悲壮羡羡慕 他们心中抽动 悠悠铃声响起 惊被老牛又动了 迈开蹄子 拉着古战车向前而来 要过天渊 战车中 一片混沌 看不清 只有一只手探出 依旧拖着原始地城 安然无匹 战力镇骨朔金 就这样拖着那座城 他长旨发光 要横渡过天渊区域 地关上 所有人都从头梁到脚 谁还能挡住他 不朽之王 千百万大军发出大吼声 天地都在战略 大漠都在剧烈摇动 大军分开 为战车让路 他们略战优势 要打破平衡了 强度天渊 城墙上 因为民宿开口 这该怎么办 此时 一切都仿似无用了 实力差距摆在那里 没有真仙 没有至高强者 根本就不可能阻击 这让人绝望 是绝望之局 该我们出手了 原始地关内的人 能舍身忘死 焚命怒激 我等又岂是贪生 怕死之辈 城墙上 有人大吼 只是 他们不是真仙 不是不朽 能挡得住吗 有心驱敌 却无力 我不想死后 被后世人说是懦夫 哪怕不敌也要一战 以我血见青天 名我治 一些统领纷纷大吼 城中 原本萎靡的气氛 被引爆了 生死见惯 还有什么可怕的 最大不过是死 杀出去 拼了 就是现在 就是此时 血见青天 各族高手纷纷大吼 情绪被引爆 所有人都不再低迷 战役高昂 就在此时 一名老人排众走出 叹了一口气 制止了众人 道 你们都退后 让我去 师尊 齐鸿叫道 他是武林战车 原本的主人 是齐鸿的师父 一位老至尊 被称作轻木老人 城中的几位 无敌者守护地官 这么多年来 一直跟异域的 至尊对峙 在这座城池 呆了大半生 在他壮年时 驾驭武林战车 曾威震天下 所向披靡 在至尊中 都是佼佼者 难逢敌手 如今虽然血气枯败 无敌者 他要出关 一个人去战斗 齐鸿等冲了过去 怎能放心 他师尊虽然强 但怎么能挡得住 不朽之王的脚步 迫不得已 我们得提前 动用那块碑了 因为 机会稍纵即逝 等他真正走过天渊 什么都晚了 轻木老人说道 他白发披散 有些轻瘦 早已有了决断 要出关去一站 因为 安兰现在 以大法力 拖住了原始地城 正在一点一点地走过来 现在或许是 最后的出击机会了 若是等他过来 再也没有一点办法 无人可敌 孟天正站出 刚要开口 被轻木老人阻住了 道 不要争 不要多说 让我去 这里有你坐镇 城墙上 安静了 其他几名至尊 也都沉没了 最后 他们一起消失 去搬一块古碑 送轻木老人出关 地关前 霞光一闪 轻木老人出现 背着一口碑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那碑起初不大 只有一人多高 但是他却背得相当吃力 随着他迈步向前 石碑变得越发高大 雄浑起来 轻木老人很吃力 宛若凡人 再富裕而行 这里距离天渊中心 还很远 但是他的脊背 都快被压断了 随着他一声大吼 轰隆一声 整座碑离开他的身体 变得巍峨如山 他越发雄浑起来 高耸入云 轻木老人的腰背挺得笔直 他转过身体 最后看了一眼地关 而后墨地回头 再也不肯向后看一眼 他浑身发光 符号万千 跟那座碑仿佛绑在了一起 带着他一起向前进 师父 齐红大呼 眼中带着泪 他知道 这是他最后一次 见到他的师父了 以后再也见不到 城墙上 所有人都沉默 心中压抑 风一起 大漠中沙尘飞 老人挺直几辆 迈开大步 朝前奔跑 人们知道 他此去将不复还 震仙碑 随我去震杀 那个不朽的生灵 斩了那个王 轻木老人低语着 迎送古老的咒语 而后大吼了起来 他浑身爆发无量光 血气燃烧 滚滚沸腾 冲向那辆古战车 同一时间 那面碑发光 血淋淋 上面有各种符号 都是仙道规则 带着肃杀之气 向前飞去 震杀呀 轻木老人大吼 传闻 这面碑很特别 一旦催动 可以震杀真仙 斩杀不朽的生灵 但是 用过后 便也耗尽法力 这是当年仙古一流的一面 禁忌古碑 迫不得已 帝官提前亮出底牌 拦住他 千百万大军中 有生灵喝道 有至尊出脸 甚至有一头银色的 不朽生灵 跟在战车旁边 也要出手 楼椅而已 一面就背 何足道哉 战车中 无人说话 安然沉稳 一只手拖着天空中的城池 是拉车的蟒牛在开口 金背蟒牛 体型庞大 带着混沌器 声音沉闷 如同惊雷一般 响彻大漠 抑郁 所有人都止步 没有动作 能够给安然拉车的骨兽 岂是繁种 天空中 那面被放大 漆黑如墨 带着血迹 所有符号发光 压盖世间 释放仙道规则力量 这是阵仙碑 只要祭出 连仙都可杀 如今 安然正在对抗原始地城与天渊 这或许是唯一的希望了 地关 城墙上 所有人都平住了呼吸 紧张 不安 压抑 各族强者都在等待 心脏跳动的厉害 就等那一刹那 所有人都希望可以起效果 能够扭转战局 轰隆 朕先被发光 朕压而下 在那里还有一个老人 跟随他而下 他浑身都是血 把自己当成了祭品 催动慈悲 师尊 后方 城墙上 骑红大吼 热泪滚落 很多人都心痛 又一位可敬的老者要逝去了 能杀伤不朽之王吗 战车内 安然寂静 纹丝不动 不起波澜 只是 这辆战车宝金战火洗礼 鸣刻上了太多的痕迹 此时发光 有刀痕 有剑孔 绽放不朽之芒 哪怕只是一辆乘坐的战车而已 也自动发光 纹落等交织而出 展中那面石碑 咔嚓 带着血的阵线 碑断成树节 崩开了 从战车四周坠落在地 根本就没有办法临近 扑 轻木老人的身体也被展中 当场暴碎 化成一团血物 就这么逝去了 至尊伤 天地有感 会显化意想 然而 战车这里 那些抚痕 剑孔等 道文流转 磨灭一切 才要显化的天窟等景象 直接崩散 区区一只蝼蚁 也赶在不朽之王面前动刀兵 死不足惜 金背蟒牛开口 话语张狂 震动天地 这深深刺痛了地关内很多人的心 一位至尊舍身忘死 拿命去挡敌人 以血精催动震仙碑 却这么死去了 可是 金背蟒牛虽然嚣张 但是却让人无力反驳 真的挡不住 人们绝望了 地关的底牌都出动了 还是无用 若是安兰顺利过来 天地都要逆转 这一纪元 注定要覆灭 绝望之境 愚昧的生灵 弱小的种族 唐臂当车 自不量力 金背蟒牛冷笑道 被一头牛嘲讽 且是被一头拉车的坐骑讽刺 让人愤怒 但却无奈 真想杀掉他 斩尽来犯的群敌 可是 刑事比人强 不朽之王叩冠 无人可敌 还剩下什么 只剩下最后一张牌了 祭出第一杀阵 城墙上 出现一名老者 年岁太大了 身上满是尘土 足有几寸厚 像是被尘封过一段岁月 这是帝关中 年岁最大的至尊 他带着无奈 还有一丝悲凉 要出动一座沙阵 没有补齐 法阵不完整 孟天正叹息 到了这一步 不成王 谁也挡不住安兰的战车 世间相传 有沙阵号称第一 可是从来没有人见到过 都说可能不存在于世间 谁也没有料到 地关中有残土 被人摆下了 沙 那满身都是尘土的老人大吼着 祭出一张残土 伴着海量的镇旗 还有镇台 从地关内冲了出去 嗯 金被蛮牛 觉得浑身牛毛倒数 感觉到了危险 地关上 曹宇生嘴巴张得很大 他有第三杀阵 但是他师父说过 跟第一杀阵比较起来 提携都不配 因为 那第一杀阵是多个纪元以来就存在的 天地运生 一脚残土出世 带着无尽的法旗 镇台等 轰向安兰 其中 有数百杆大旗后面 都站着一名老者 都是城中的民宿 他们在催动精血 尽一份力气 而那年岁最大的老智尊泽盘 坐在残破阵图上 浑身淌血 进行献祭 哄 盖世神威压落 要轰杀安兰 这一刻 战车中 那个人终于动了 不再寂静无声 有一根手指探出 拨的一声 点在虚空中 接着 这里发生了大爆炸 轰咙咙 天崩地碎 血染长空 所有镇台 大气都解体 崩开了 那些民宿爆成血雾 至于帝官 年岁最大的至尊 也是一声长叹 在残土上化成光雨 直接生死盗销 痕迹皆灭 蝼蚁 全灭 死得好 金被蟒牛大笑 帝官 绝望 没有了希望 看不到生路 不过 也正是因为安兰这一次 动用了另一只手 他拖着上方的古城 似乎不稳 剧烈摇动起来 同一时间 原始地城中心 七王中 唯一还活着的王 似乎得到喘息 猛力发动 天雨浩瀚 剧烈震荡 天渊爆明 至高先到规则之力降落 轰杀向安兰 安兰的那只手发光 极力对抗 拖着古城 同一时间 那五张法旨 也再次震动起来 爆出万古不朽之力 恍惚间 有五位不朽之王大吼着 一起合力 要毁掉天渊 动 天渊颤抖 被撕裂了 出现一道巨大的缝隙 那种层次的战斗 超越了想象 连仙道最高规则 都被撕扯出缝隙 足以震撼古今未来 吃的一声 那里鲜光澎湃 接着一道大河奔涌而出 力量太强大了 引发大道规则混乱 秩序不稳 撕裂了时空 这一刻 就是抑郁的人 也有不朽的生灵 力量太可怕了 造成天地秩序不稳 干扰了古界的生死存亡 时间长河都打出来了 水雨争锋 一群蝼蚁尔 金贝蟒牛长笑 天地站立 时间长河奔腾 让金贝蟒牛 很快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觉得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仿佛贯穿了时间之门 他听闻过 这种最高级别的战斗 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好的事 超出不朽之王的预料 轰隆 下一刻 恐怖气息弥漫 沿着天渊裂缝 一口顶突兀的浮现 庞大无边 一下子压盖了边框 这太突然了 惊呆了每一个人 他从哪里来 其气息太恐怖了 震动了天上地下 谁都没有料到 大战时 有一口顶浮现 竟然度过时间长河 从时间之门内飞出 降临边框 一颗又一颗巨大的星辰 跟着那顶一起浮现 在其周围转动 顶内喷勃万物母气 仙金炼成的顶壁染着血 至于顶口那里 有诸天星辰 全部要被吞进顶内去了 怎么可能 从时间长河中 震出一口顶 就是不朽的生灵 都震惊了 大顶压落 万物母气流转 让大漠震荡 经被蟒牛颤立 他当即就惨叫了一声 颓骨折断 跪在大漠中 这是何其伟劣 顶上还有一个人 这一刻 有人大叫 看到了顶口上方的景象 那里有一个人 身躯伟岸 背对众生 带着血 他像是在另一片时空 经历过血战 站在那里 如天地凌晨一般 什么人 度过时间长河而来 直接压得安兰的拉车凶兽 都跪伏在地 第1643章 一时空绝世大战 天渊裂开 光阴长河浮现 时光之门大开 从当中出来一口顶 悬在金色大漠上方 他壮阔而浩瀚 遮拢天地 那个人是谁 所有人都震惊 便是不朽的生灵 脸色也都早已变了 在这片战场中 怎么会突然闯进外来者 还这么的气势惊天 噗 血液洒落 从那天渊缝隙中坠落 湮灭长空 有那个人的血 也有与之激战者的血精 从浴外 从时光长河间 溅落而下 这个场面相当的惊人 那口顶气吞日月 顶口有诸多大星转动 可无论是顶壁 还是一颗又一颗大星 都被血液染红了 那是怎样的 一场旷世大战 所有人都震撼 哪怕边荒这里形势危急 那天渊裂缝中 突然出现的战况一样 让人惊悚 吼 一声大吼 有人搏命 血气压概日月 朱天星斗发光 跟着共鸣 从那裂缝探出一只大爪子 遮拢了日月 轰的一声 他抓向顶口上方的那个人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仅是一顶一人浮现 还有另一头盖世生灵随之而来 在跟他交手 很是激烈 那个人背对众生 独队敌手 很平静 他仿佛经历过一场 最为惨烈的大战 在千军万马中冲杀过 而金又遇到一位强敌 哄 他的身体发光 璀璨夺目 一刹那而已 就连那满头黑发 都快被染成了淡金色 整个人气息暴涨 摸 下方 地关前的战场中 金被蟒牛长嚎 声音中带着惊恐 那顶并没有落下 拖着那个人在上方战斗 向上喷勃无亮光 可是这种气势 依旧让他悚然 咚的一声 那个人挥拳 神威盖世 永恒无敌 一拳击向苍鱼上 直接面对那只遮拢天穷的大爪子 砰 混沌蹦见 那只大爪子稍微扭曲 早手创伤 略微静攒 向后倒退而去 突然 那只爪子收缩 而后又猛地扑下 一头庞大的凶兽灵甲如金 比诸天心斗都要巨大 只是还未看清 圆形生灵 呛 先经甲咒碰撞的声音响起 那头巨兽化成了一个人 身披青筋战甲 连面部都被遮住了 只有一双青色的毛子 盯着顶上的人 这两大强者 都根本没有向下看一眼 全神贯注 都在盯着对方 眼中有无尽的杀机 吃 时光飞舞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急速出手 砰的一声 尤其是那口顶略微缩小 如同电芒一般向前撞去 当 青筋甲咒发光 那头由凶兽化成的人形生灵阻挡 施展大神通 法力无边 规则符号猎天 硬汉仙金 与万物母气混住的顶 这种重击 不可想象 朕的岁月长河都要断开了 要再次改到一半 这个变故 让下方的不朽生灵之都 为之变色 心中担忧 所有人都傻眼 谁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种关头 惹出这样一对强大的敌手 与此激烈厮杀 进行血战 他们是谁 来自哪里 究竟属于哪一个时代 这一刻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不属于这片时空 因为 是从时光之门内冲出来的 这太震撼了 古书中曾有记载 昔年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 但谁曾见到过 那是千古少见的奇迹 而今 他们都目睹了 不止一个人 包括一遇千百万大军 包括地关上的众人 从小修士 到不朽的生灵 见证了这一切 尤其是 这两个人 在进行巅峰对决 一些人明白了 之所以发生这种事 是因为 边荒正在进行 最高阶等阶的战斗 几位不朽之王要裂开天渊 而另一片时空 也在进行大战 必然有一个浩大的战场 正在血拼 到了白热化 最顶级人物交手 分别在两片时空对机 恰巧击穿了 某种时光界壁 岁月长河奔涌 带着那两人杀到这里 这是神话中的神话 所有人都 一同见证了万古奇迹 流光岁月 有人低呼 是抑郁不朽的生灵 连他们都吃惊 可见那两人多么的强大 那两人一举一动 流光激荡 岁月澎湃 强盗极致 挥手间 破灭万物 然而现在 却纠缠在一起 如同融合为一个人般 激烈厮杀 哄 到头来 那个如天地般的身影 祭出大顶 轰杂在那个 有清精战衣保护的男子身前 发出剧烈的暴鸣声 那道身影可雪 整个人横飞 直接向着 那天冤大裂缝而去 这一顶之威 让他受了不清的创伤 胸口都凹陷了 就是有无上 战衣保护都不行 地面 许多人都到吸冷气 无论是抑郁的霸主 还是地关城墙上的豪雄 都觉得头皮发麻 那口顶 有目共睹 顶口吞吐万物母气 诸多星斗都在那里沉浮 何其宏大 磅礴威压盖世 若是其他人被他击中 还能剩下什么 肥灰都不存 可是 那个身穿青金甲皱的人 居然能硬汉 哪怕负伤了 也是绝带无匹之姿 轰隆 虚空中 那个人踏顶而行 急速追赶 超越时光 一切都仿佛在倒转一般 恐怖之极 这一刻 他看起来 真的宛如天地凌晨 长发披散 神威绝带 大顶压盖日月 横空而起 追击那个青金甲皱附体的人形生灵 很快 他便探出一只手 向前抓去 王 要出手吗 此时 抑郁方向 有不朽的生灵传音 暗中寝视安兰 这一刻是绝佳的出手机会 若要发出致命一击 那个踏顶而行的人 多半会被击中 也许能陨落在此 因为 不朽的生灵 也感觉到了威胁 觉得有必要先下手为强 除掉那个人 现在他们虽然弄不清状况 可若是有威胁的话 提前出手 总比被动接招要强 这是抑郁的风格 此刻 沉寂的战车中 终于传来了安兰的回应 有波动传出 要知道 无论是拖着原始地城而行 遭遇天渊攻击 还是被地关的阵仙碑 第一阵杀攻伐时 他都不曾有波澜 全部无视 而现在 安兰有了反应 他与我不属于同一片岁月 因天机而现 任他来 任他去 我与他若交手 岁月长河暴动 引发的后果不可想象 这是安兰的话语 只说给那位不朽的生灵听 很轻 也很平静 像是在说着 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踏顶而行的人 只手遮天 将那个生灵 一把就要抓回来 忍你很久了 杀杀杀杀杀 身披青金甲昼 就是面部都覆盖着青金 只露出眼睛的人形生灵 此时墨地转身 一声大吼 连喝出五个沙子 轰隆一声 天崩地里 鬼哭神嚎 时间长河要改道 咚 那口顶飞起 悬在天渊上方 堵住大裂缝 镇压长河 不让他改道 依旧要在这里战斗 这让下方的古战车中 安兰的眸光第一次胜裂 因为 那两人本可离去了 在其他地方继续打战 可是 那个踏顶而行的人 却选择滞留 要在这里解决战斗 青金甲昼燃烧 笔住天星月聚在一起 还要璀璨无数倍 气息暴涨 强到了极点 杀气金骨金 这让许多人都为之而颤 哪怕他们不属于这片时空 被神秘力量隔绝 但依旧让地面的人忍不住战力 瑟瑟发抖 那种威压太强了 就在这一刻 踏顶而行的人 也第一次开口 那种语言同样听不懂 根本不属于这片时空 但是 所有人却能透过那无上道 则感知其语意 知道他喝出了什么 这一刻 声音震动了天上地下 仿佛天地君灵威严无比 降下法指 声音宏大至极 灵 兵 斗 者 阶 鼠 祖 前 行 九字一出 化成九团光 而后爆发出无量威能 九个字符合一 演化至高密数 刹那击穿一切阻挡 扑 那个身穿青金甲皱的生灵喷血 量腔倒退 踏顶而行的人跟进 大开大合 恢弘正大 抓住对手 而后猛力一撕 扑的一声 将它撕裂为两半 包括元神亦如此 吃 顶口发光 吞吐星河 将那尸体还有血 都收了进去 第1644章 盖世强者 绝世大战落幕 可是众人心中还无法平静 这是什么人 来自哪里 属于何年代 太震撼了 天空中 还是有血雨飘洒 每一滴落下 都可坟灭大星 能截断星河 威力恐怖之极 不过 那片星斗 也是跟他们而涌进来的 不属于这一截 那口磅礴的大顶 吞吐神辉 万物母气浮现 将散落的血精 都吸收了过去 跟着一些心体 没入顶中 只有残血 被莲花干净后 没有了无上法力的 心红残痕留下 染红天语 那个人 踏顶而行 缓缓降落 这一刻 那景象是壮阔的 也是举世无匹的 一口顶横空 一个人踏在上面 俯视天下 绝世无双 身子修长挺拔 满头黑发披散 瞳孔深邃 阴气盖世 仿佛主宰世间 大顶古朴 由多种仙晶 混合万物母气铸成 在他吞吐间 一颗又一颗大星 在周围转动 而在顶口上方 更是有一片星河 璀璨无比 随着他而起伏 那个人 踏顶而来 身上粘着血 有敌人的 也有他自己的 这么强大的一个人 却也负伤了 可见经历的战斗 多么可怕 显然 其伤不是一人所为 最起码 在那顶上 还有其他痕迹 有刀痕 有剑孔 有剑气弥漫 各种制强兵器 都留有印记 曾爆发金石之战 而且 应该就是在 不久之前发生的 因为 那口顶很惊人 能自主愈合 有些痕迹 现在就在变淡 逐渐消失 异域 千百万大军 如灵大敌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生灵是个变数 突兀横空而来 让他们忌惮 原本 他们都要破开天渊了 可这么强大的一个 生灵出现 究竟是好还是坏 最起码 若无他出现 会更好 帝关 城墙上 人们都在看着 许多人心中发颤 在袭击着什么 在渴望一些事发生 只是 一位民宿轻叹 道 我们的命运 无法寄托在他人身上 就是他有心出手也无力 不属于同一片时空 真要碰撞 后果难料 这是古书上的记载 帝关内修士 还不可能触摸到那等境界 你 该离去了 大漠中 一辆古老的战车中传出平静的话语 很年轻 不苍老 如同一个身在黄金岁月的青年在开口 那是安兰 他第一次当众说出话语 一路过关而来 面对各种阻击 他都无视 只是在面对这个神秘强者时 他认真了 顶上的人不说话 依旧在降落 谁都看不清他的真容 那里有迷雾 但是能感觉到 他的外表也处在黄金岁月 因为有一股蓬勃的生命力量 一双眼睛 是那么的深邃 像是要洞穿万事 窥透天机 猫 金被蟒牛发出闷雷般的声响 他很受煎熬 内心十分惊恐 随着那个人踏着顶降落 他浑身骨骼响得不停 要炸开了 咔嚓 终于 他的四条腿骨都断掉了 早先时时跪下 现在则浮在那里 身体颤抖 这个场面很惊人 那可是不朽之王的拉车骨兽 谁敢出之 可是 这个神秘强者 就是这么的无忌 缓缓而下 带动着的盖世气息 让那头蛮牛瑟瑟发抖 骨头不断裂开 劈啪一片脆响 他瘫在那里 要知道 在此前时 这头金被蟒牛非常嚣张 屁逆天下 轻视九天 小觑地观所有人 张扬得不得了 可是现在 他居然再发抖 不断发出谋声 人们震惊 这个神秘强者太可怕了 神威灵灵 这是在挑衅不朽之王安兰吗 当着他的面 压制其做其 何等的强势 有谁敢找不朽之王的麻烦 眼前这个人敢 正在行动 地观 城墙上 一些人握紧了拳头 心潮澎湃 恨不能过去 以身带之 一脚将那战车踢翻 你知道 我们是无法交手的 真要那么做 这片时空 你身后的世界 都会发生巨变 安兰说道 依旧平淡 在其身后 异域一群强者握紧了拳头 他们不服 安兰谷祖为何不出手 将那人击杀 就是不朽的生灵 也难以保持平静 都憋了一口气 那可是不朽之王啊 在被人挑衅 逼呀 坐骑的腿断了 安兰谷祖 为何不出手 天渊被撕裂 你我两片不同的时空 恰好都在大战 最巅峰级强者的冲击 开启了时间之门 你顺势而下 伤了我的坐骑 还不算风波与骤变 可若是再进一步 将是天翻地覆 哄 这一刻 那辆战车发光 混沌气汹涌 一刹那 整片世界都被照亮了 安兰出事 许多人都睁不开眼睛 那里太璀璨了 一个人形生灵脉步 走出战车 依旧以一手托着原始地成 而另一只手 则持着一杆黄金骨毛 那杆毛太刺目了 黄金光泽照耀古今未来 仿佛万事归一 永恒长赞 这杆长矛钉穿过天脚椅 刺透过先王 曾神威盖世 金骨精 安兰出事 他的身上带着光彩 笼罩躯体 无法正视 十分绚烂与刺目 就如同他手中的黄金骨毛一般 锋芒毕露 真想杀了你 再回去 一声轻叹 踏顶而行的人开口 带着遗憾 还有些许无奈 这样的话语 震惊四眼 地关 城墙上 一群人激动 振奋 那是何等的狂霸 张扬 绝对的盖世高手 金碑蟒牛很张狂 那是基于安兰的威名 让人愤怒 而这个人的轻慢话语 是源自那无敌的气感 令人敬畏 可谓石破天惊 这个人再动念头 想杀掉安兰 抑郁 一群人发呆 千百万大军都震撼 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这一切 那个人太嚣张了 居然敢如此说话 你尽可来试试看 哪怕我背负天渊 虚意之手托着原始地成 我安兰一样 无敌事件 安兰淡淡地笑着 他极度地自负 地面上 金被蟒牛倒退 虽然骨骼断裂数十处 但是依旧在飞快后退 他实在恐惧 那个极数的生灵 让他胆寒 还好 那口顶 还有那个人没有在意他 且此时万物母气不再涌下 两难 杀还是不杀 那人自语 像是在考虑 这一下子 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他是认真的吗 如果真想战 你便不会迟疑 你铸留时光无多 回去吧 我有预感 未来会相见 会有一战 安兰说道 为什么 后方 有抑郁生灵不解 很希望安兰现在出手 一团光浮现 鱼陀出现 他轻语 道 不在同一片时空 真要开战 将天塌地陷 岁月混乱 或许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鱼陀开口 道出这些 他知道 没有办法开启战端 双方只能克制 看来 你在那片时空敌手不算少 安兰又一次开口 看着对面那个人 因为那人身上血迹斑斑 有些是敌人的 有些是属于他自己的 的确 这名盖世强者身上有伤 他那么的强大 可还是负伤了 可以想象他所在的岁月空间中 那是何其的残酷 唯有如此 才能磨砺出无敌身 纵横岁月长河中 那神秘强者沈孝 无比洒脱 就在此时 地关 城墙上 却有一个人在落泪 激动而又悲伤 带着忧色 那是叶清仙 他很神秘 都知道他在地关 可是平日极少出现 不知道在做什么 有人说 他一直在闭关 便是上一次 10号被交出 压向抑郁时 他都错过了 可是今日 他却出现 看着虚空中那踏顶的男子 他心绪激动 一双美目中 不断有眼泪躺落 他的身体有些不稳 甚至有点模糊 但是身上一口仙中印记 轻轻一震 他终于又平静了 我跟你不属于同岁月空间 的确无法改变什么 也做不了什么 神秘男子轻叹 时间不可违逆 他转过身 踏顶力 这不是我第一次度岁月长河 很不巧 还有过一次经历 只是 很可惜 同这次一般 都不是我想见证的年代 但是 我却也有发现 有一滴血 与我血相近 却属于这一纪元 曾随我而行 可又莫名回转 归于此事 一滴血 他为何说这些话 在给予提示吗 地关 城墙上 魔女一颤 他又记得 三千周天才争霸战时 十号曾在 仙谷一地的万物土中 发现一滴血 并得到 那个时候 魔女还曾亲眼看到过一口顶 就跟地关前那神秘强者 踏着的顶 一模一样 那滴血 是顶一落的 第1645章 一滴血的轮回 魔女肤色银白 绣发垂落在天鹅般的景象周围 瓜子脸微微扬起 大眼闪烁 向着十号那个方向看去 他一脸凝重之色 因为猜测太惊人 一滴血 在荒的身上 他心中剧烈跳动 城墙上 十号的状态很特别 他也在看着大漠 盯着战场 可是双眸有些空洞 像是在尸神 若是仔细盯着 他空洞的眸子四狠深邃 像是可以让人的灵魂 给吸附进去 他灵魂出窍了吗 魔女惊诧 这家伙的是多么大的心 才能在这境地下 神魂仿若不在体内 一动不动 梦回仙谷 神游太虚 十号 自己都不知道为何 灵魂仿佛离体 像是在一片又一片 岁月空间中飞度 徜徉万古诛天间 在他的头上 仙气蒸腾 化作花朵 其中左侧 一朵没有变化 盘坐着一个小人 如同坐在过去的岁月间 而中间一朵上 有一个小人 盘坐当势 但被一条使气锁着 很难震动 除此之外 右侧所结成大道之花 现在绽放后 居然出现一道 略微模糊的身影 很不真切 明暗不定 这是从未有过的 道横未曾经进 竟见没有大幅跨远 不知道为何 便突然出现一道 模糊的身影 不像是大道之花 成熟后结出的小人 仿佛只是临时显化 那小人很模糊 盘坐大道之花上 仿佛从未来俯瞰而来 回首间 得见十号真身 城墙上 神色异样 不太对劲的 除雀魔女 十号外 自然就是叶清仙 她精致而无暇的面孔上 不断有泪水滑落 周围 一群人都不解 因为她不像十号的发呆 可以解释 她这般哭泣 是为什么 叶清仙平日如同精灵一般 从来没有露出过这种神态 张了张嘴 仿佛要喊出什么 但又闭上了 她盯着虚空中的神秘强者 那男子踏顶而立 显然 她见到了叶清仙 一滴血 十滴 百滴又如何 安兰平淡 一手托着原始地城 一手持黄金骨毛 神威盖世 她静静地站在那里 光彩流转 神忙万丈 震慑天上地下 走吧 久留在这片时空 对你自身无好处 说不得我不留你 你自身也要遮养 安兰冷漠开口 轰动 并且 她这个时候 她的手掌向上一推 那座城池巨震 险些被掀起来 天空中 那个神秘强者或的转身 不再看地关 而是看向安兰 大顶震动 横空而来 顶口那里 万物母气弥漫 诸多星体缓缓转动 顶壁上带着血 预示着大战的惨烈 也代表着战绩的辉煌 神秘人踏顶而来 逼向安兰 不过 安兰纹丝未动 都不曾动一下 吃 大顶飞了过去 险些就要 撞在安兰身上 带动着她的发丝 都扬了起来 嘿 哈哈 神秘强者大笑 后方 大漠中 一遇千百万大军震惊 这个人在做什么 挑衅他们的信仰 他们心中的至高存在 杀 有人忍不住大喝 枪 安兰出矛 黄金长矛向前刺出 跟顶纸差一线就撞在一起 而后又划过顶 指向那个神秘强者的胸膛 你大可试试看 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一场可能波及岁月长河的大战 将要爆发 真是让人无奈 神秘强者发光 头顶中冲出浓郁的血气 映照朱天 让上方的时间长河都在站立 安兰瞳孔缩缩 他动容 这个人真要动手不成 退后 他在大喝 命令下方的千百万大军 神色凝重 一旦两人有冲突 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也许什么都将不复存在 不同岁月空间的人碰撞 那会毁掉原有的世界诡计 轰隆 万物母气流动 顶口内宛若一片宇宙 混沌汹涌 掀气滚滚 释放出最为恐怖的力量 神秘强者踏在顶上 右臂斩动 拳头发光 越发地璀璨 慢慢向下压落 梦 下方 早已逃得很远的金贝蟒牛 吓得亡魂肩帽 瑟瑟发抖 加速逃亡 此外 异域大军一阵大乱 全都在倒退 因为 安兰下了命令 此时 安兰也释放不朽之王的气息 守护着下方的各族强者 怕那神秘人突然发难 拳头压落 而黄金战矛则向上迎去 都很缓慢 但是带动出的天地异象 真正的惊悍了每一个生灵 天地间 出现裂痕 大漠上所有人都模糊了 包括地关城墙上也是如此 诸多生灵虚弹 停手 远处 鱼陀断鹤 因为 这两人虽然没有交手 但这样的对峙也很可怕 这样下去 一旦发生金石之战 可能要改变这片古石 大 大顶阵洞 在上面有许多血迹浮现 其中有一些晶莹剔透 如同五色钻石在发光 异常地绚烂 同时 大漠 地关城墙上 那些生灵的身影 越发地虚弹了 反复要消失了 不同时空的两墙 还没有真正开战 就已经影响到了 天地中的万物生灵了 哄 突然 地关城墙上 腾起一片刺目地光 十号不由自主 发出一声嘀吼 因为 在它的体内 有一滴血出现 一颗血珠 耀眼而刺目 从其体内浮泻出 这一刻 那血开始弥漫 仿佛要化成一片海 浩荡出无上伟力 震动了地关 还有大漠 十号发生一变 谁都能看出 一切都是那滴血使然 它扩张后 又急昼缩小 滴落在它头顶的 大道之花上 从三朵间分别划过 第一朵 那如同生在过去的小人 疏地睁开了眼睛 越发的神秘 第二朵 那被使气锁住的小人 猛力一正 居然从枷锁中获得自由 使气缠身 成为守护 而不舒服 第三朵 因血珠滚过时 那上面盘坐的模糊身影 居然清晰了 震动天上地下 啊 十号一声大吼 满头黑发飘舞 它猛地抬头 眼眸一下子空洞了 仿佛换了一个人般 吃 此外 在其身上出现 几道轮回应 全部转移到其头顶上方 演化轮回之奥义 轰隆 几道轮回应猛地旋转 将三个小人包裹在一起 而后将它们融为一体 吃 最后 那滴血没入了那 唯一的小人的身上 接着它冲进了 十号的体内 滔天神圣之光爆发 十号的机体 熊熊燃烧 如同一尊战神浴火重生 从无尽岁月前复活而归 接着 神光在阵 仿佛又沟通了未来 借无上神威 降临而下 这是怎么了 所有人都发呆 这滴血 狠妖 安兰开口 居然这么评价 这让他神色正重 目露神盲 绝对是天大的事 踏顶而行的神秘男子 欲空而去 飞上了苍穹 站在岁月长河前的裂缝处 静静遥望 不再开口 轰隆 十号变了 那滴血融合三个小人 吸收轮回应 没入他真身体内 令他完全不同了 现在 谁都认不出 那是十号 那气质太灵力了 瞳孔末地刺人 不再空洞 射出的光如仙剑 让人无法对视 提表符文流转 要压他这片乾坤 他一纵身 没有走传送阵 直接就这么出了帝关 惊呆了每一个人 帝关的绝世护城法阵 居然拦不住 这已经不是荒 是那滴血 有人开口 做出精准判断 谁再称无敌 哪个敢言不败 帝落时代都不见 十号的话语 带着灵力 还有一种沧桑感 仿佛一位帝王 从遥远古代走来 复苏后见证桑海桑田 贺问青天 那滴血被你所得 安兰冷漠地看向 对面那个年轻人 是 十号回应 在回答这个字时 他自主开口 很清醒 一滴血也想作乱 安兰目光冷悠悠 非作乱 镇压你 对面 那个年轻人喝道 第1646章 谁敢言不败 谁再称无敌 哪个敢言不败 帝落时代都不见 这些话让人动容 尤其是帝落时代都不见 更是深深触动不朽的生灵 为何要提到那个年代 镇压安兰 从那年轻人的口中说出 令帝关前 大漠上千百万大军先是寂静 鸦雀无声 而后又沸腾 异于各族修士都愤怒 一个少年 竟敢言称 压制安兰 那是谷祖 势志高存在 更是一种信仰 谁敢小去 谁能小去 触动禁忌 必杀之 杀了他 冒犯吾王者死 各族修士大鹤 纷纷腾空 就要出手 因为 许多人都见过荒 知道他是谁 曾经的阶下囚 一个少年人而已 竟敢冒犯不朽之王 实在胆大包天 应当包皮抽骨 将其魂阵压进苦海之海眼中 当然 他们也看到了十号的不同寻常 若非见到过 很难认出 他此时的气质太不一般了 虽年轻 但是有种气吞山河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气概 舍我其谁 满头黑发飘舞 神木如闪电 刺的人难以跟他对视 更是让一些人 竟有种战战兢兢之感 哄 下一刻 十号侧头 看向异域方向 如同天崩地裂一般 长空军裂 大漠沉陷 那目光比之虚空大裂 斩还恐怖 啊 一群人大叫 有人背光刺中 当即成为一团血舞 还有的人被斩断为两劫 场面十分可怕 哄 安兰出手 黄金骨毛轻轻一滑 隔断长空 阻挡这一切 一滴血 不过是残痕而已 无论你是谁 也难逃那宿命之劫 安兰开口 语气平缓 到现在为止 都不曾动摇根本心 吃 十号出手 无须多说 单手扬起 粗大的神盲冲销而上 如同火山喷发出的岩浆 照亮了天雨 威势震动了天上地下 轰隆 接着 他猛地横扫 一扫之下 乾坤动 那璀璨的光芒 化成了一柄刀 斩道之刀 这一刻 那刀切开诸天规则 分开大道纹落 横斩而来 破开一切阻挡 吼 无形中 虚空中发出一声爆吼 那是安兰的气势 他没有出声 但是他爆发出无量杀气 在那里报名 隐约间如同一个盖世君主在长笑 乾坤暴碎 虚空发出的可怕声音 如同万古厉鬼长吼 他以手中的长矛迎击 刺向长刀 所有人都露出震惊之色 尤其是抑郁的生灵 那可是他们的王 他们的信仰 却被一个少年逼得出重手 这么多年来 安兰何曾这么正中过 早先 就是震仙碑 古今第一杀阵残徒 都不能让他动容 现在则直接扬起神毛 真正大对决 安兰几时这么凝重过 当年面对先古的先王时 跟生死对头大战 也不过如此 当 火星四箭 黄金骨毛爆发汪洋般的波动 神盲更是一下子淹没了天空 恐怖之极 让人神魂惊颤 这大漠中 千万生灵 无尽大军 扑通扑通 全部软倒在地上 战战兢兢 瑟瑟而抖 被无上威压禁锢 简直要爆碎了 这还是安兰守护他们的结果 不然的话 两大强者一击之下 紧一出的余波 就足以毁掉各族强者 天空中 五张法指同时发光 不仅要对抗天渊 还洒落下千万光雨 守护异域大军 不然的话 光是安兰 自己是防不住的 因为 毁灭远比建设容易 两强对决 造成的破坏力太大 一个人难以全面防住 待到光芒散尽时 众人从瑟瑟发抖中惊醒 发现两强对峙 巅峰气息铺天盖地 还好 鱼托出现 身放无量光 亲自挡住了那些可怕的道则与纹落 庇护异域各族修士 那时 人们吃惊 安兰的黄金骨毛 起毛风的一侧 竟出现一个窝口 这是何其可怕的事 那时不朽之王的兵器 居然破损了 在那一击中而上 抑郁修士震撼莫名 他们睁大了双目 虽然那个年轻人手中的斩道之刀 已经不见 化作光雨 但那不是实体的 还可再生 安兰谷祖的兵器 怎么会受损 一群人全都呆住了 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 那兵器万古长存 怎能缺了一块 大漠中 安兰冷淡 没有任何怒色 反而越发地宁静了 毛子深邃如海 盯着石号 像是要看透他的灵魂 那不就是慌吗 只得到了一滴血 怎么会有如此占领 这是异于各族强者的疑问 这滴血不简单 于托说道 被混沌笼罩着 朦胧无比 震慑天地万灵 被一位不朽之王这么评价 证明了那滴血的恐怖 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少年人 如此强大 那还是慌吗 安兰忽然开口 不过是一滴血而已 勉强发挥出巅峰之力 你能持续到几时 能发出几击 再寻死 并且 在这个时候 他的那档黄金绽毛 自动恢复 金色流淌 从天地中 从虚无中 抽取金金之气 造物 这是无上伟力 他再造毛风 更加璀璨 黄金光压概高天 刺目之极 绝世不朽王兵举世无双 十号气质伶俐 如同无敌仙剑出窍 破人魂魄 他的眸子内光彩暴现 如举世生灵皆非先 光与太浩瀚了 淹没天穷 而这只是他的眸光 害人之极 找打 这是十号灵力气质下的话语 逼迫人的元神 他自负而超然 仿佛在面对一个寻常的生灵 随意呵斥 呵呵呵 后方 有不朽的生灵 实在忍不住了 怒急而笑 敢这么 对他们的信仰说话 这么对待不朽之王 真以为自己 无敌古今未来了吗 然而 安兰却没有呵斥 脸色越发地冷冽 毛子若深邃星空 当中有诸天毁灭的景象 也有万物复苏的大势盛况 他猛力一阵黄金长矛 向前刺去 轰隆 而此时 十号也不一般了 光照亮了天宇 爆发出绝世气息 有一股横涌无敌大势 他站在原地 不曾动弹 可是他的头顶上方 截出一座倒台 一滴血光闪耀 从那倒台浮现一个人 由盘坐而站起 哄 那个人走下来了 向着安兰压去 这是 所有人都呆住了 那个人不仅有盖带之姿 无敌之实力 还很熟悉 让人灵魂悸动 就是安兰也是一阵 第一次露出这种神色 因为 所发生的事 不在他的掌握中 那个人头上出现一件兵器 由九种仙精铸成 并有万物母气垂落 太熟悉了 不久前还曾在对峙 这 不是那个人吗 异于一群高手发呆 从一时空而来的神秘强者 踏顶而行 横空而立 跟此人神似 只不过 这个人是头顶上扶着一口顶 而后便展现绝带风采 挥拳就向着安兰杀去 哄 一拳之下 天崩地裂 安兰面色变了 举起金色长矛 刺向那人的拳头 当 万物母气流转 挡住毛风 那拳头 则继续向前轰砸 神勇无敌 动 安兰仰头 满身都是符纹 爆发出威压天上地下的力量 全面释放不朽之王的盖世力量 对抗此人 一滴血 还敢逆天 安兰大喝 嗡的一声 大鼎摇动 直接向他飞去 进行镇压 找打 这是给予安兰的回应 同时间 轰隆一声 在十号的头顶上方 再次混沌雾气滔滔 有一座倒台浮现 上面依旧盘坐着一个人 一滴血闪现光滑 轮回印记流淌 接着 这个人也长身而起 从倒台上走了下来 身姿雄伟 气吞天下 闭腻历史长河 欲问天下 水雨争风 此人面容模糊 在他的头顶上方 出现一座塔 更分有九层 泛出宇宙洪荒的气息 那座塔 地关 城墙上 月蝉 魔女 轻衣都惊诧 因为看到过他 曾跟十号在一起 是那座小塔 不过这是完整的 非残缺的 当年 跟随十号的小塔 这个人 头顶上那座九层古塔沉浮 向前而去 对安兰吐出两个字 找打 就像是盖世强者 在屁腻后来者 无量气息弥漫 他仿佛从古老的 岁月长河中走来 顶天立地 天下无敌 轰隆 他向前镇压 要打安兰 碰 安兰变色 瞳孔收缩 这是太过妖异 他的那只手 不能拖着原始地成了 直接松开 因为 感觉压力太大了 咚的一声 仿佛一界破灭 头顶九层 可压制宇宙洪荒的塔震动 跟着那个人一起向前 破灭万物 后方 五张法指发光 鱼驼一声轻斥 对抗天渊 拖起原始地成 安兰被逼 接连倒退 碰 安兰跟一人碰撞后 急速向后飞 因为那两人太恐怖了 怎么会如此 怎么会出现这两个生灵 哪里来的 我安兰当事无敌 谁能压制我 安兰长笑 天地崩裂 然而 咚的一声 那口顶飞来 撞开他的金色长矛 接着那座塔浮现 轰杂下来 让安兰的身子站立 亮强而退 找打 十号再次清喝 头顶上 这一次没有倒台浮现 但是却也冲出一道朦胧的虚影 一滴血流光闪耀 接着轮回印记鼓荡 哄 这道虚影 跟十号真身契合 回归 融在一起 有一种当事无敌 与内独尊的盖世大气概 枪 在他的手中 出现一口箭胎 璀璨刺目 成为他的兵器 向前劈去 并喝道 找打 砰的一声 安兰横飞 抑郁 千百万大军简直要疯了 这是怎么了 那个少年 为何会演绎出如此恐怖景象 怎么成为了三个人 而且都是那么妖异 全都是盖世强者 那里的景象很可怕 仿佛存在着过去 现在 未来一般 三者交融 天下无敌 简单的轻斥 找打 竟真的要压制不朽之王安兰吗 第1647章 他画自在法 所有人都猛了 这是怎么了 荒怎么变成了三个 让人想不明白 另外两个是谁 这是凭空出来的人 身份与来历诡异的下人 实力是盖世惊悚极的 全都可占不朽之王 苍穹上 天渊大裂缝前 那个神秘强者也是一阵 眼中露出一色 若是别人能看到他的表情的话 可以发现其神色相当古怪 这个人也觉得有点怪异 相当的惊诧 没有想到 荒竞弄出一个跟他神似 头上 寻着仙顶的生灵 地关 城墙上 众人傻掉了 难以置信 那还是荒吗 尽可占安兰 并且 怎么变成三个生灵 那两大强者怎么回事 头顶九色仙金顶 万物母气流转的神秘人 不是站在不远处吗 荒怎么再诉了一个 至于另一人 更是伴着岁月长河之光 头上有九层古塔沉浮 更是神秘 他又是哪一尊神圣 人们被惊呆了 这是 安兰古祖失利了 异域方向 各族强者震撼 心中大浪席天 一个个觉得脊椎骨发寒 这是什么道理 不败的不朽之王 高高在上的至高强者 各族心中的信仰 怎会处在下风 那口大顶横空 以九种仙金 还有万物母气混住而成 唯一至宝 天下仅有 顶口内 诸多大星转动 带着磅礴微压 大顶向下 镇压安兰 当 安兰神色严肃 单臂持金色绽毛 挑向大顶 两者间发出最为绚烂的光芒 火星四剑 他很强 的确是巅峰至强者 可以俯瞰万古 傲视天下 但是现却也遇上了大麻烦 刚跟大顶碰撞 九层塔就压落下来 绝世无匹 压得他身形一致 接着另一道身影 石剑胎就劈了下来 碰 三大高手向前 安兰陷入险地 最后轰隆一声 再次横飞 并且刨袖暴碎 这才开始而已 便已经是绝世争锋 也许会在刹那间 血光蹦践 十号跟另外两大强者跟进 阻击安兰 这是绝世之战 顶级争锋 安兰何曾陷入过这种危惧中 一个弄不好 就会被人镇压 古祖 怎么会这样 异域方向 许多人惊呼 心中担忧 无上的安兰古祖 今日遇到了大麻烦 会被打破不败的神话吗 轰隆 场中 天地巨阵 一道雄伟的身影 头上寻着九层古塔 那塔身上 缠绕着岁月的气息 仿佛历史的长河滚滚而涌 铺天盖地 这个生灵 仿佛从过去而来 到了当时 身余塔几乎要融合在一起了 轰杀安兰 霸气到极致 举手台族 如同天地横空 随意镇压陈子 莫敢不从 谁与相抗 太过惊人 太过恐怖 他整个人都仿佛化成了塔 台手间 大气磅礴 将安兰就要定在那里 束缚住了 动 大顶飞来 趁此机会 撞斜黄金绽毛 激在安兰的肩头上 让他步履亮呛 脚掌踏碎虚空 急速后退 并且 他的嘴角出现一缕阴红色 同级强者猛烈一击 大顶撞在肉身上 谁能承受 安兰只是流出一缕血而已 这是极致强横的体现 这个急速的一击 动辄就是碎掉星空 横断宇宙 可以说 这是无量神能 居然硬抗了下来 三大高手围攻 他不可能避过 这是绝世争霸 一群人震撼 不败的安兰居然负伤 这是天大的事件 好比天塌地现般 后方 亦遇众多生灵哀嚎 他们的不朽之王 他们的不败战神 居然在这里受伤了 这让人难以接受 万物母气流淌 仿佛从未来而至 跟那个人结合在一起 杀上前去 接着 手持剑胎的时候 也急速而至 向前杀来 当时无匹 砰的一声 箭胎抽落下来 将安兰堵住 怎么会如此 抑郁方向 一些人害怕 为安兰而今 为他担忧 同时还有无尽的疑问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为何能招来两个人 难道真的存在轮回不成 那是荒的过去身 以及未来身 有人很敏感 大胆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心都要从胸腔中 跳出来了 这引发震动 十号的三十身 所有人都呆住了 看着场中 越发觉得像 这简直要惊爆了 一些人的灵魂 太具有震撼性了 轰隆 场中 十号三身齐动 一起向前杀去 仿佛真的如同预测那般 带动起三十杀法 所向披靡 安兰太吃力 哪怕他再强大 面对这种杀局 也异常被动 他是否是一个轮回的生灵 有人声音微颤 轰 这个时候 安兰爆发 左手间出现一块盾牌 僵固不朽 风挡住大罗剑胎 右手黄金毛则刺出 金光无量 他展开了凌厉的反击 左手持盾 右手持毛 神威惊世 轮回 我俯视万古 剑冠生死 谁在轮回 仙王斩掉 都只能成粪土 谁敢在我面前轮回 轮回只是一个美丽的笑话 真强者 从不信轮回 安兰大吼 生动天地 远方 鱼陀神色漠然 道 没有轮回的人 只有轮回的事 两大强者都否定了轮回 根本不信那两人 是十号的轮回生 都是那一滴血在作怪吗 抑郁方向 有人问道 那滴血 未免太强了吧 一人小声道 因为他连安兰古祖 都要压制吗 很强 那滴血 死前的辉煌 一生的道果再现 代表了巅峰 但他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只是生前烙印的凝聚 辉煌刹那的迸发 鱼陀说道 人们明白了 虽然是一滴血而已 但是却是辉煌再现 不能以数量而论 真不是轮回吗 一些人还是不相信 不是轮回 那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我在想 可能是 他画自在大法再现 鱼陀神色凝重 说出这些话后 他自己都是心中凛然 地落时代 他画自在大法 远处 安兰也终于道出这句话 竟然是同时间 做出跟鱼陀一样的推断 那是什么法 后方 一位不朽的生灵问鱼陀 可以画他人身 借他人道过 他画自在 逆天之极 地落时代的大法 鱼陀严肃 心中波澜起伏 骇浪滔天 他现在可以确定 必然是那种无上诡异大法 想不到 还能在世间见到 一滴血 无法持续 片刻后便会散落 安兰只要坚持住 注定大胜 鱼陀说道 哄 然而 现在这滴血 极尽辉煌 不曾散落 三大高手爆发 无敌威势 动 大顶落下 砸开了安兰长矛 并撞击在他的胸口 且 九层塔落下 正开其盾牌 并进一步压落而至 接着 剑胎扫来 抽在了安兰的身上 将他打在嘴里 喷出一口血 一滴血的灿烂 瞬间焚出西年的辉煌 轰隆 三大高手追着安兰 猛烈出手 这一刻 安兰陷入险境 发生危机 安兰施展通天秘法 杀出一条路 闯出三人包围圈 结果九层塔发光 演化无量空间 将他束缚 碰 大顶落下 要将他收下去 叮的一声 安兰手中 战毛向前刺去 抵住顶壁 剑鸣洞天 十号轮动剑胎杂落下来 名为剑胎 因为无风 抽在安兰的背上 将他震得横飞而起 所有人都呆住了 安兰负伤 被人追击 极其狼狈 他话自在大法 地关 城墙上 人们终于明白 为何出现那样两个生灵 居然是一桩古法所致 但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震撼莫名 天空中 神秘人站在天渊大裂缝前 轻轻一叹 道 他话自在大法 竟然是他 很显然 这功法有天大的来历 不然绝不至于 被他这么评价 动 安兰再次被追击 身体遭受大顶遗壮 整个人横飞 大口渴血 负了重伤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话自在大法发威 三大生灵追击安兰 震撼了每一个人 第1648章 压制安兰 安兰负伤 被追击 令大漠一时间静寂静了 鸦雀无声 因为 这太具有冲击力了 那可是不朽之王安兰 可是 在今日却尝到了败己 嘴角淌血 被人追赶 遭遇了不清的创伤 哪里走 三大高手接神通盖世 演绎无上法 横断前路 一片时光碎片飞舞 伴着一口箭胎 斩落了过来 定 安兰右手黄金战毛 抵住箭胎 眼中光芒大胜 他自然不甘 虽然再退 再避三大高手锋芒 但其实很不甘心 他相信 那滴血长久不了 只能刹那的绚烂 焚烧出昔日的辉煌之力 他一直在等 想带那滴血 由胜链摔石 凌厉出手 强势碾压对方 可惜 他失算了 一直没能如意 动 九层骨塔落下 击在安兰的后背上 让他大口咳血 这一击真的太重了 就那么从后方杀到 绝世无匹 动 半空中 万物母气垂落 如瀑布般 倾泻在安兰的身上 伴着大道的镇压 安兰身体摇动 再次咳血 安兰眼神冷漠 猛力一震 挺直腰背 将万物母气 还有那口顶击退 他气息伶俐 如同一个盖世魔王般 我看你能作乱到几时 他的话语冰寒 根本不像是一个失利者 还是那么的镇定 那你就不要逃 承受吧 十号鹤道 这一战 让人神弛目眩 各族生灵都内心震撼 战战兢兢 这个场面太可怕了 万古不朽的安兰居然 处在下风 动 来自三个不同方位 三件兵器同时出击 顶 箭胎 九层塔 一起轰杀向安兰 开 安兰大叫 左手持着的盾牌 如同一面大山向外推来 想要崩开袭来的兵器 手中黄金战矛也在拨挡 当 那种力量太强大了 震散了虚空中蔓延的很多大道纹落 让长空大爆炸 并且 安兰的双手上血淋淋 那是从指头缝中流淌出来的 因为 他遭遇了矩阵 三件兵器压落 太强悍了 最为可怕的是 三大高手跟进时 还同时挥动拳头 向前攻击 肉身搏杀 砰砰砰 这一刻 安兰激烈对抗 跟三人血拼 他通体绽放光芒 眉心更是有自身独有符号闪耀 震出绝世之力 只是 他处在烈士 承受了更多的苦头 那三人携三件兵器 一起向前镇压 让他身体剧烈摇动起来 扑 安兰可血 身子站立不稳 这么一瞬间 他遭受很多霸权般的攻击 那是三大强者一起轰杀而来所致 再这么下去 安兰会死在这里 会出现大问题 安兰嘴角挂着血 神色凝重 他感觉自己猜错了 那滴血 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再爆发无量神能 请鱼托谷祖出手 镇压那个凶徒 有人开口 因为 抑郁一些修饰恐惧了 怕安兰占死场中 这是从未过的事情 再抑郁 只要不朽之王出手 就意味着无敌 绝对要镇压对手 无人可抗衡 可是 今日他们却在为安兰谷祖担忧 怕他陨落在这里 须知 在仙谷时代 安兰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 什么险恶 什么样的强大对手没有见到过 笑傲到当时 安兰鼓祖不败 有人大叫 结果 很不巧 荒催动剑胎 化成一道鸿芒 向前刺去 这一次 绝对非同寻常 没有锋刃的剑胎 一下子寒光四射 带着凛冽的杀意 瞬间到了眼前 扑 安兰手臂淌血 他避过了要害 但还是受了一些伤害 剑胎无风 可依旧砍尽了他的血肉中 要知道 前几次 他一仗绝世神通 可是却没有这么凄惨 都硬熬过去了 不曾被剑胎 斩杀出血迹才对 鼓祖 一些人大叫 许多人都难以接受 这个事实 因为安兰是他们 心中的至高存在 而那个年轻人是慌 不久前 还是他们的阶下囚 现在居然在压制安兰 鱼驼鼓祖 还请出手啊 有人再次大声喊道 这一刻 鱼驼拖住了 半空中的原始地城 带动五张法旨 像是要封印此城 破开天渊 不朽的生灵 只要过此关 就要付出代价 那种影响是持久的 一年后体现出来 这是鱼驼的回应 他告知众人 想要突破天渊区域 接近前方那里 注定要付出很多 连手都不行吗 有人焦虑 安兰被围攻 有性命之忧 鱼驼还不能出手吗 天渊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诸多无上规则的体现 是大道痕迹的聚集地 只要过天渊 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不朽之王 结果都一样 都要有所付出 鱼驼解释 这天渊上的至高符文 针对性极强 如同诅咒一般 就是在阻止不朽的生灵等 这么多年来 抑郁都不破天渊 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这么说 安兰谷祖刚才一个人破关 就是因为如此 这是我既要付出的代价 有人颤声问道 不错 鱼驼点头 早先时 只有安兰前行 其他人以法指相助 却不真正露面触碰天渊 我相信 安兰谷祖中是要剩的 那只是一滴血而已 辉煌坟禁 便是一切结束时 一位民宿说道 动 然而 他的话语刚落 安兰再次负重创 剑胎划破他的肌肤 紧向那里有一道血痕 差点就被十号斩首 见到文洛擦着其脖子 横扫而过去 安兰 那命来 十号喝道 我不信 看你能张扬到几时 这滴血该燃尽了 属于他生前的极尽辉煌 早该落幕了 安兰喝道 哪怕有他画字再大法 安兰也相信 实力终究也是有极尽的 那种力量 注定要马上消失了 碰 大顶砸落 将他震得倒飞出去 也不知道多远 接着九层塔落下 将他压在下方 嗯 许多人大吃一惊 安兰要被封印了吗 因为 九层塔身落下后 将安兰笼罩 要将他收进塔中 安兰狼狈 吃了大亏 当着两届修士的面被人 打得有些惨 身体多处不未出血 险些就被吸进塔中 咚的一声 安兰再次被击中 这是大顶所谓 撞得他胸部微微地凹陷下去 受损极其厉害 怎么会如此 那滴血维持生前的辉煌 只能一时片刻而已 为何还是那么的凶猛 安兰不解 他擦去嘴角的血 一声长啸 震动古今未来 仿佛要看向世界的尽头 可惜 钉 九层塔 剑胎一起震动 再次将安兰中创 让他整个人横飞 算是吐血而退 砰 接下来片刻 看得人们头皮发麻 三大高手一语不发 就在那里围追堵截 大战安兰 打得他可雪 形势非常不妙 打得好 什么谷祖 不是要过关 先翻地城吗 你的勇武呢 你的所谓无敌气概呢 帝关 城墙上 有人叫道 许多人更是振奋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杀掉安兰 击毙一遇所谓的谷祖 还我帝关一片朗朗乾坤 击杀他 根是有激进的强者喊道 哄 他提到了安兰这个名字 造成了惊天的异象 一条巨大的身影浮现 在高空中睁开了眼睛 像是安兰 不朽之王 法力盖世 只要有人呼唤 哪怕远在天边 他也能映现出一道虚影 威能惊人 斩 远处 十号一声大喝 手中的箭胎 发出最为赤声的光雨 一箭向前斩去 吃得一声切开虚空 并且斩掉了那道虚影 如同真的灭掉了一个无上的生灵 那道映现虚空中的虚影 崩开 就此不见 砰的一声 安兰横飞 又一次遭遇重击 被三大高手压着打 嘴角一血 快速倒退 第1649章 降魔 安兰被追击 这是天大的事件 并且伤了筋骨 口中渴血 让人如在梦中 击回到了仙谷大战最残酷的时期 抑郁生灵 双骨战战 毛骨悚然 觉得这太不同寻常了 鱼陀神色凝重 抑郁不发 盯着那里 为何那滴血 还没有焚烧干净 居然这么的恐怖 地关 城墙上 这边的修士则振奋 心绪激荡 许多人忍不住大吼了出来 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杀了他 真的可以击毙安兰吗 就是一些年岁很大的老头子 都在颤抖着 嘴唇都哆嗦了 觉得热血冲上了头顶 要长笑出来 安兰是谁 一代不朽之王 曾纵横天地中 杀的日月无光 天地失色 是当年覆灭九天十地的主宰之一 昔日 他跟先王厮杀 争霸天地间 双手血淋淋 是九天十地这边 最痛恨的无上恐怖存在之一 现在 战场中的决战 如同梦幻一般 让人不敢相信 安兰神色漠然 看不出喜怒哀乐 哪怕负伤 身上带着血 他还是这么的冷静 镇定地让人觉得害怕 不过 他现在真的陷入了危局中 甚至 现在已经威胁到了性命 最后 他猛的一跃 居然进入了天渊 避过那座城 来到了上方 出乎意料 原始地城并未 去镇压他 但是 所有人都看出了异常 天渊震动 一道又一道血色的秩序神炼 如同珠网一般蔓延 覆盖整片天渊 这就是近似诅咒的天渊力量吗 异域方向 有人惊叫 因为 他们已经听于陀说过 天渊恐怖 是法则的聚集地 是大道文落的交织区域 镇压无上高手 那是仙玉的生灵 昔日搞出来的 安兰谷祖 是想要借天渊的力量 镇压对手吗 某一王族的老族长叹息 这是在冒险 自身要沾染上那股力量 从而拖着对手 陷入不妙的境地中 鱼陀神色凝重 没有说话 因为 现在不确定 那天渊是否也镇压 那滴血焚烧出的辉煌之力 若是真的可以一视同仁 那么 安兰毫无疑问走了一步妙棋 拉上三大强者一起接受镇压 在那个地方 不朽之王无论是几人 都一样会触动 如同诅咒般的可怕法则之海 会被侵蚀与袭杀 红咚咚 红色的秩序神恋交织 化作诸网 演绎最高大道之力 袭击不朽之王 这是天渊 更是一片被截断的古宇宙 覆盖在这里 形状如同导着的海眼 下方区域广袤无垠 上方越来越窄小 在这里 自然有大星 有诸天星体 一颗又一颗 宏大无边 其实 这曾是一片古宇宙 只不过被打残 被诸多强者以大法力截断 镇压在此 隔断异域跟地关 想要进九天十地 要破开戒壁 必须要渡过这里 哄 安兰发飙 被逼到这一刻 他虽然看起来镇定 但是出手绝是凶狂了 因为他何曾被逼到过这一步 时光滔滔 岁月长河宛如要改到了 汹涌澎湃 安兰抬手间 一把抓过来一颗巨大的星辰 直接拍向前去 咚的一声 那颗星辰焚烧 释放无量潜能 撞向三大高手 吃 这一刻 九层古塔发光 轻轻一震 大心爆碎 在那里如同烟花一般灿烂 但是却也很短暂 急尽光辉后是黑暗 杀 安兰断鹤 他绝地反击 他一直在等待 希望那滴血缝进最后的力量 结果一直不见他消亡 反倒让他连连受伤 过此 他不再等待了 绝世功法手段等进出 这一刻 他动用了珠般手段 各种祖术层出不穷 无上神通相继施展 安兰手中黄金战毛一条 接连数十颗星辰 随着毛风而动 在残破宇宙中打旋 而后到了金色毛风的前端 随着他猛力刺出 大心发光 都被刻成了符文 一颗星体 就是一座阵台 他一边厮杀 一边布阵 只是 那三大生灵太强大了 此时 万物母气流淌 从顶中垂落 在轰隆隆声中 将一星体压地暴碎 且 安兰大贺 左手鼓盾扬起 将一片黑暗之地接引而来 那是黑洞 鸣刻无上符文 镇压三大高手 然而 十号极其凶猛 手中箭胎扬起 猛力向前一次 那片黑暗化作赤圣之地 一下子被击穿了 光滑焚烧朱天 大决战展开 结果安兰再次负重伤 三大生灵法力盖世 神勇无双 不可抗衡 咚的一声大顶压落 砸在安兰的后背上 让他大口咳血 身体亮腔后退 并且 这个时候 大罗箭胎发光 璀璨夺目 从前方逼来 避无可避 见光永恒 斩尽天下盗泽 扑 这一刻 鲜血喷溅 安兰的胸膛被刺穿 鲜血泛出 淹没星空 哪怕是一滴血 也可让成片的星辰灰飞烟灭 这个景象相当地恐怖 安兰一声长笑 在这天渊中 顿时有成片的星域暴碎 彻底黑暗了下去 震惊当时 下方 若非地观守护 若非有鱼陀兰祖 举世 也不知道有多少生灵将毁灭 多少种族大绝灭 那种场面太恐怖了 一吼宇宙崩 最起码 这残破的宇宙中 大星炸开无数 星空崩塌 各种巨大的星体暴碎 化成尘埃 啊 安兰长笑 所有落出去的血倒流 那是不朽之王的血 极其珍贵 万事不朽 永恒不灭 瘦 九层塔那里 传来断鹤声 高的身影 催动古塔 要将安兰收进去 开 安兰大吼 满头长发乱舞 也谋若最为犀利的闪电 眸光撕裂古宇宙 他手中的黄金战矛 猛烈击在塔身上 当的一声 响声巨大 震动了这片残宇宙 动 并且 这一瞬间而已 他的左臂发光 血气滚滚 在寄出古盾 堵住了九层塔的底部入口 万物母气垂落 大顶横击而来 撞在安兰的身上 让他渴血 想将他逼进塔中去炼化 甚至 大顶最后也开始发光 顶口内混沌弥漫 静止也要收走安兰 顶与塔一同发力 想在这里 要炼化不朽之王 怎么会如此 异域各族修士都震撼了 安兰失利 有了危险 要打破万古以来 不朽之王不败的神话吗 一些族群如坠深渊 感觉身体发寒 曾经的手下败将 九天一方金氏 应该更为雷若才对 怎么现在出了 这么一个怪物 要镇压安兰谷祖 那是何人之血 居然让荒有了这等战力 深深震撼了每一个生灵 可惜 我时间到了 不能长时间铸留 不曾见到我 所要等待的那段时光 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你 以及那些 就在此时 天渊上 大裂缝前 那个踏顶而立的 神秘强者自语 他要离开了 因为 他不属于这片岁月空间 无法久留 不然的话 会出大问题 也唯有他这等盖世强者 才能做到这一步 在这一世显化 不然的话 想都不要想 不说千古警戒 也快差不多了 当 大顶一阵 载着他冲出那道裂缝 时光流转 岁月长河大浪拍天 推动大顶而去 他进入另一片岁月的天地间 隐约间 可以看到 那里一山河壮里 先气弥漫 那是一片宏大的世界 我不会死 要更强 那个人的声音很平静 但是也很自负于射人 震动天渊 他就此消失不见 裂缝闭合 时间长河退去 地关 城墙上 叶清仙无声的伸手 颤抖着 哭泣着 想要抓住什么 但是却很无力 什么也抓不住 灵动活泼的他 脸上挂满了泪水 在背叶 随着那个人的消失 他一阵摇晃 险些栽倒 啊 安兰大吼 杀出了真怒 几乎被收进塔中 要被炼化掉 虽然竭尽所能 又挣脱出来 但是又被一剑刺透 险些将一条手臂 斩落下来 这是何其可怕的事 要知道 他肉身不灭 金身永恒 世间兵器难伤身才对 可是今日 却遭遇了大劫 给我烧 再次传来大吼声 万物母气旋转 终于将安兰卷住 吞入顶口 让他深陷当中 当 九层塔压落 轰在安兰的头上 令他劈头散发 生生将他向着顶内砸去 镇压了进去 吃 十号松手 将见胎记出 他化成一道仙光 没入顶中 去斩杀安兰 我是不灭的 万古不死 永恒长存 举世无人可杀我 安兰寒声道 依旧不惊慌 其声音如同盖世魔王 从地狱中冷漠地传出 第1650章 天渊崩不灭 都被人打进顶中了 马上连化你 地关 城墙上 有人看不顺眼 恨不得立刻能诛杀安兰 但是许多人也明白 想杀不朽之王是很难的 哪怕荒占据上风 多半也会有麻烦 嗡 大顶摇动 当中万物母气流转 九色仙金顶壁金银 流光一彩 开始炼化安兰 呛 并且 同一时间 大罗箭胎发光 在顶中纵横激荡 斩落下一道又一道先芒 真的要将安兰杀掉 在当当声中 安兰以左手骨盾阻挡 守护几身 轰隆一声九层塔压落 堵住顶口 合力炼化安兰 要将他灭杀在此 古左 异域 一群生灵大叫 尤其是安兰一族的人马 更是震惊 同时愤怒 堂堂一代不朽之王 号称不败的神话 怎么能被人镇压 大顶摇了三摇 天渊便镇了三镇 这方古宇宙 都仿佛要崩开了 鱼陀古左 异域 有人惊慌了 呼唤鱼陀 希望他出手 不然的话 真怕安兰发生意外 被拿荒杀死在天渊中 鱼陀皱着眉头 深感意外 因为 一滴血而已 早该焚烧尽潜力了 怎么还能发出这等神威 他画自在大法 不愧为震慑古今的绝学 这么厉害 鱼陀叹道 只能说那种古法太逆天了 他拖着原始地城 准备出手 不然的话 的确也担心安兰出问题 同为不朽之王 他知道彼此的能力 更了解他们 这个极数的生灵的情况 虽然难以杀死 但是 那滴血不焚烧干净 还是让人不放心 他不得不出手 轰隆 天渊震动 原始地城发光 鱼陀一阵 拖着那座古城 露出凝重之色 因为 他感受到了一股危机 天空中 红色的秩序神恋交织 笼罩四方 镇压天渊内的强大生灵 真的宛若诅咒一般 不朽极的生灵 在这里受到的影响太大了 仿佛要被镇压一般 一个个觉得心情很沉重 10号感受到了一股危机 那是源自天渊的镇压 他身体一颤 同时觉得不妙 浑身上下都是符号 那滴血的力量 真的要消退了 天渊镇压 无分别 对他与安兰 都在释放莫名规则之力 同时 那一滴非常神秘的泄焚烧 在其体内化成霞光 仿佛要消散 他的力量在衰减 两件事同时发生 这很糟糕 杀 10号大吼 九层塔摇动 堵住顶口 跟那口大顶共鸣 一同镇压 扑 顶内 安兰大口渴血 因为遭受重击 他的身上有裂痕出现 这是不知道多少万年没有的事情了 他居然负重创 险些被两件兵器震碎 当然 最为可怕的是 顶中还有一口剑胎 在劈杀他 跟其手中的黄金绽毛 还有盾牌撞击 其中 有一些剑盲斩安兰的身上 让他所谓的不坏精神 遭遇了巨大的考验 他在失血 他的状态很不好 扑 下一刻 一道剑光闪耀 在顶中划过 险些将安兰的头颅 斩落下来 在其景象处 留下一道可怕的血口子 咚 一股血气从顶中冲起 安兰爆发 他体内的血的颜色变了 化成五色 冲销而上 震开了九层塔 他要从当中冲出来 杀 十号大喝 因为 他的机会不多了 如果不能斩杀安兰 那滴血的力量耗尽时 他可能会死在这里 安兰探出半截身子 九层塔再次轰砸下来 法则笼罩 将安兰镇压的浑身 都出现裂痕 最为可怕的是 剑台横扫 扑的一声 这一次 真的险些将安兰的眉心刺透 抵在了额骨前 让那里鲜血淋淋 安兰发光 竭尽所能 全力对抗 不得不说 他真的太强了 额骨坚硬无比 剑台竟没有在第一时间刺透 红色秩序神炼 从天渊上方压落 震得安兰一个亮墙 险些倒在顶中 他神色严肃 感觉事态严重 对这种秩序的镇压 他极为忌惮 比之面对十号的轰杀 还要神色凝重 因为 他是不朽之王 哪怕是同级的生灵想杀他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 而那天渊上的规则与秩序则不简单 如同诅咒 一旦沾身 可能要危害很多年才能消退 好 安兰咆哮 他吐出一口五色精血 焚烧不朽之王的无上力量 奋力挣脱 对抗天渊之力 也要从顶中脱困 十号体内有些空虚 因为他觉得大事不妙 那低血的力量 真的要消退了 杀 三大高手一起发光 竭尽所能 轰杀安兰 三剑兵器共振 一起振杀不朽之王 哄 万物母气沸腾 那口顶巨阵 将安兰要炼化了 他身在顶中 身上裂痕斑斑 要炸开了一般 哪怕他有古盾 有黄金战矛防护 但还是不行 依旧受了重创 九层塔压落 将他打的一个亮呛 在顶中不稳 最为关键的是 那口箭胎 被三大高手合力催动 一剑落下 扑的一声 这一次将安兰的景象 切开了 这极其糟糕 将之斩首 咕噜一声 他的人头落地 不是不躲 而是被顶羽塔 暂时禁锢了 啊 抑郁方向 所有人都在大吼 简直要发疯狂了 这是怎么了 安兰谷祖的头颅 居然落地 这太不真实了 无敌的存在 怎么会负伤 会被削落下头颅 这一刻 鱼托终于出手 哪怕要沾染红色 秩序神炼 所受压制激增 付出巨大代价 他也得要救下安兰 不可能看着一位 不朽之王 真的出现意外 轰隆一声 天崩地裂 鱼托探出一只大手 并切出一件秘宝 震动天渊上方 要将安兰救出去 十号一探 他知道 威夷 因为 他的力量在衰减 他的强大时期 快要结束了 动 果然 九层塔被撞开 鱼托大手发光 将顶中的安兰抓了出来 安兰头颅虽然被斩落 但是 不可能死去 头颅早已自动飞回景象 正在愈合 快速地修复伤口 鱼托带着安兰急速而退 这倒是出乎十号的预料 对方并未发现 他便虚弱 十号一探 有些无奈 但还是想要阻击 速退 就在这时 他的耳畔听到了一道密语 有人在暗中传音 他心头一惊 是那座原始地城 七王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在对他开口 在警示他 十号没有耽搁 快速朝着地关方向而去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生灵 还有九层塔与顶 都在跟着退去 难道是 那滴血 要耗尽力量了 抑郁方向 有人猜测 同一时间 安兰 鱼托瞳孔缩缩 并且同时出手 向着十号的背影拍去 咬下重手 轰隆 然而 天渊震动 从最上方铺天盖地 而下红色的光芒 那是秩序 那是天道规则 镇压两位不朽之王 嘎尔 安兰 鱼托都断贺 快速出击 不希望那股力量出现 哄 天渊崩 最上方的苍穹居然炸开了 红色秩序化成了瀑布 而后又化成了血色的汪羊 浩浩荡荡 坠落而下 这一刻 红色的汪羊 将两大不朽之王给淹没了 嗯 不好 许多抑郁生灵都大叫 天渊居然毁掉了 但是 他们却没有欣喜 因为这最后关头 两位不朽之王 居然被掩埋在下方 且 鱼托大吼 同一时间 安兰长孝 就要挣扎而出 哄 一刹那 天地震动 天渊近毁 残破宇宙焚烧 这场面太惊人了 那一颗又一颗大星 跟炮竹一般 在这里爆炸 那股能量波动让人惊悚 让不朽的生灵都胆寒 虽然是残破的 但是毕竟曾为宇宙 逐天星辰爆炸 那是何其可怕的事情 哄 最让人吃惊的是 原始地城飞起 虽然解体 在化成碎片 但是也在镇压 安兰与鱼托 完了 短时间过不去了 这法则之海决堤了 异域有人心中震撼 这般难难倒 此时 远方 藏地也有生灵眺望 看到了这一幕 也极为震惊 他们知道 出大事情了 天渊之内的法则汪洋倾泻 还有原始地城居然 将安兰 还有鱼托 镇压在下方 轰隆 原始地城焚烧 雄雄发光 而后开始解体 将不复存在 这是粗暴的 也是决绝的 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原始地城中的最后一位王 本就是要玉石俱焚 要跟他们激战 故此天渊崩裂 城池也解体了 轰隆 红色的汪洋汹涌 将安兰与鱼托击中 让他们行动等大受影响 原始地城解体 发光时 天地皆震 四海皆惊 这是一场大灾难 毁掉的原始地城 带动着整片天渊被激活 天崩地裂 巨石崩云 不 安兰还有鱼托都吐血 遭受重创 原始地城 响起幽远的战歌 激昂而悲壮 城中的生灵 选择赴死 跟敌人玉石俱焚 不 安兰大吼 现在这片被点燃的宇宙 各种本源之力沸腾 全都加持在规则之海 那片红色汪洋上 对不朽之王的威胁都极大 他们确信 这种恐怖的汪洋 可以持续数百年 才会自动散开 而在此期间 多半不能穿过了 此际 两大不朽之王都 遇到了生死威胁 被原始地城压住 被无上规则之力侵蚀 不甘心啊 不能如此 那东西 要拿回来 安兰大吼 他猛地长笑 而后探出一只大手 向前抓去 哄 那只手在前行的过程中 血肉模糊 都露出止骨了 最后穿过天渊时 白骨森森 很是吓人 动 大手不停息 再放大 恐怖无边 一下子遮拢了天地 轰隆 他拍中地关 剧烈摇动 地关上方 城门楼摇动 背脊穿了 不朽之王一击而已 就让地关威蚀 他想带走什么 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低吼 知道有大问题